欢迎来到三国茶馆 我是说书人刘裕 今天来说点不一样的故事 各位听过日本的 卑民呼女王吗 卑民呼 日文是Himiko 现在对卑民呼的描绘 有各种不同的形象 妖艳的美魔女郎 外表像小女孩的巫女郎 究竟卑民呼是虚构人物 还是真有其人 这次就来揭开她的神秘面纱 首先 历史记载中真的有卑民呼这位女王 但有点微妙的是 关于她最完整的资料 只在三国制中看得到 日本那边完全没有画面 因为日本在公元四世纪以前 留下的多半是传说跟神话 后来建立的大和王朝 有了更接近国家组织的形式 开始有更多记录 可是在那之前就是神秘的年代 很难考究 这时候我们就要感谢 承受编著的三国制了 仅初二年 也就是公元二三八年 东方的窝女王派遣使者南生米 来到戴方郡求见天子 于是太守把南生米等人 带到了京城见曹瑞 在说曹瑞接见使者之前 先讨论一件事 这位窝女王到底生在何方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 这就是卑民狐女王神秘的地方 曹瑞在位时 他派出司马懿灭了辽东的公孙渊 于是曹瑞控制了东北的戴方郡 戴方郡位于朝鲜半岛 这就好像解锁新地图跟新技能 可以航海了 那么从戴方郡出发 距离女王国多远呢 一万两千多里 我们就照着三国制记载 在Google地图中 寻找看看传说中的女王国 首先从戴方郡出航 沿着海岸水路 先向南再向洞 接着跨海航行一千多里 可以来到对马国 这个对马国 就是今天日本的对马岛 哇 突然有种发现新大陆的感动 想不到照着千年以前的历史记载 真的可以找到对应的地理位置 三国制还补充说 对马国是个绝岛 山地险峻 丛林茂密 这也符合卫星地形图 当时居民有一千多户人家 靠海为生 也可以沉船到外地做交易 这些资料都很珍贵 不过对马国 只是前往女王国的第一站 这趟寻找悲迷糊之旅 才刚开始呢 照着记载文字 继续往南航行 又抵达一国 这个国比刚才的对马国小一点 显然这就是今天日本的一骑岛 接着渡海航行一千多里 将会来到墨鲁国 墨鲁国的位置 大概在日本长崎县的松浦市 终于踏上日本的土地了 这个墨鲁国的东方 还有一个伊都国 记载说 待方圈的使者来往两地时 通常在这边停留 可见这是一个中继点 这边已经是 就是渡女王的领地啰 所谓女王 她就是这边许多小国的共主 目前为止 这趟考古之旅都很顺利 不过接下来三国志的记载 就有点问题了 从墨鲁国向东南 依序会经过伊都国 奴国 布米国 布米国的位置 大概在今日的福岗县或大分县 接着往南走水路航行20天 将会抵达头马国 头马国再往南航行 就是女王所在的野马台国了 可是 可是这边好像没有水路啊 还是说 野马台国在东南方的大海中呢 三国志前面的描写非常精确 可能是当初使者有留下记录 但使者坐船坐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晕船了 后面的记录越来越模糊 而且也不能只以三国志的资料 当作唯一证据 究竟野马台国在哪里 目前学术界有两派说法 一个说在九州 这跟三国志记载大致相符 一个说法在基内 这点则是跟历史发展比较符合 毕竟九州偏远 基内的奈良一带 是后来大和政权的中心 当地先有野马台国 后来出现大和王朝 这个脉络也很合理 总之野马台国的存在问题 至今难有定论 我就不深入讨论了 说回故事吧 当初窝女王怎么会派人过来草卫呢 原来女王的使者带了礼物 来做外交 使者送上男性奴隶四人 女性奴隶六人 还有一条带着花纹的布料 就这样 没了 这礼物看起来有点寒酸啊 当时曹瑞对窝女王回复说 乳至忠孝 我胜爱乳 这好像是说 可怜啊 送的东西这么差劲啊 不是啊 不能这么断章取义 我们来看看曹瑞的造书 曹瑞说道 你所处地方遥远 还派遣使者上朝贡献 这是你的忠孝 我很怜爱你 疼爱你 现在我封你为亲卫窝王 赐予金印和其他礼物 曹瑞的礼物清单非常浮夸 铜镜一百枚 珍珠五十斤 上好布料跟诗资品超过一百匹 还有黄金武器等等 这当然有展示国力的用意 哼 你们没看过真正的宝物吧 既然你向我称臣 我就赏你一些好东西 以前的皇帝思考模式就是这样嘛 从中原看出去 四面偏远地区都是蛮蟻 我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蛮蟻 其实悲鸣狐女王派出使者 未必是称臣 他的想法可能是对外结交盟友 只是曹瑞直接把别人认定为成熟 而且当时两边语言不同 其实有翻译也很难传达明确的意思 说不定还在宫殿中匕首画脚一番 我觉得想象起来也很有趣 不必去谴责曹瑞太过自我忠心 那只是传统天子的思想 他用忠孝来形容东方的女王 有点像是收了一个甘女儿的感觉 表示说 你对我忠心 对我孝顺 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由于这次悲鸣狐派出使者 两边开始有更多交流 所以三国志写下了当时窝人的历史 先声明一下 这集影片说到窝人 窝国 野马台国 狗奴国 我只是照着记载原文来说 我没有贬低的意思 很多名词是当时的称呼 或当时的音译而已 我们就来看看那时候的日本是什么模样呢 窝人男子无论年纪大小 在身上跟脸上都有纹身 他们出使到中国的人 都自称为大夫 窝国渔夫擅长潜水捕鱼 纹身原本有嚇阻大鱼的作用 后来渐渐成为装饰 听起来很潮哦 记载说他们人人都有刺青纹身 而且花纹各有不同 纹身为时跟图案样式 代表了地位的尊卑 男子头发会向上扎起发迹 女子头发披散下来 男女服饰也有分别哦 男生穿宽大的裤裙 女生穿着则像是一件被子 中间挖个洞 头套过去穿上 这种服装今天也很流行 原来是one piece 是洋装啊 窝国地方重道重麻 养残养丧丧 产出麻布细卷跟丝织品 兵器有矛盾弓箭 当地天气温暖 一年四季都吃生菜 并且光脚走路 他们建有房屋 但父母兄弟不睡在同一个地方 这边说的并不是整个日本列岛 而是女王所在的野马台国 跟他临近同管各个小国的情形 统称为女王国 接下来说说女王国的法制 犯法的人 亲则没收妻子儿女 严重的话 满门操战 当地犯罪事件非常少 这倒不只是因为严刑峻罚 从记载中可以看到 他们名封淳朴 虽然地位有高下分别 但大家相聚时 父子男女都可以坐在一起 谈天喝酒 女王国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占卜 他们只要外出或办事 都要烧骨头进行占卜 先默念祷告要问的事情 然后烧骨头观察其中列文 来预测吉凶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占卜 可是通常这是王室的事情 而女王国不同 一般人们要做什么事之前 都可以占卜 另外还有一个小故事 从野马台国航行 来到草卫的领土 前面看过地图了 路途相当遥远 所以他们会派出一个人持衰 这个人不能梳头 不能洗澡 不能吃肉 不碰女人 藉此来祈求远航顺利 如果使者平安完成任务 那持衰的人跟家人 都会得到国家的奖赏 假如使者出事了 表示这个倒霉鬼不够虔诚 必须杀了他 必须杀了他 这些都可以看出 当地普遍相信玄怪之事 好终于要揭开悲迷糊的历史了 在更早之前 倭国是以男子为君王 只是后来发生了内乱 各地互相攻打 最后大家共同涌立一位女子为王 她的名字就是悲迷糊 悲迷糊女王能够通鬼神 又擅长迷惑众人 她年纪很大了 但没有丈夫 有个弟弟替她治理国事 记载说 很少人看过女王的真面目 她住在重重公事之中 周围有高墙跟栅栏 而且有重兵守卫 悲迷糊女王拥有一千名婢女 以及一位男子服侍她 女王平常不见别人 送食物跟传递消息的人 都是靠这名男子 以上就是悲迷糊的第一手资料 不知道观众们看了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很爱看推理小说 看完这些记录 我脑中立刻划过一道闪电 悲迷糊根本不是女王 而是被监禁的巫女吧 她的弟弟才是真正掌权治国的人啊 那些侍卫婢女 说不定不是保护她 而是看守她 不让她逃出去啊 或许悲迷糊真的能够通鬼神 结果被有心人士利用 也或许她根本没有特别的能力 只是有个野心家说 这个女王能够拯救我们 带领我们 她就这样把悲迷糊关起来 再延伸想象 假如悲迷糊是从年轻被关到年老 一个少女被幽禁在豪华的公室中 度过她的青春 这是多么哀伤的故事啊 当然以上只是一种想象 回到记载来看 如果说悲迷糊是一位 有实权有能力的女王 同样说得通 她最初可能是用占卜或预言能力 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那她后来躲在深宫中当女王 是个聪明的决定 毕竟占卜没有每次都准确的 她拉开跟大家的距离 制造神秘感 只在宫中发号施令 这样解读之下 悲迷糊就像个运筹帷幄的测试 而且她派出使者这件事 也是经过计算的 原来悲迷糊跟南方的狗奴国王悲迷功不合 悲迷糊大概料到两国必有一战 所以才对外寻找盟友或庇护 后来战争果然爆发了 女王国派出使者 那一年是正十八年 魏国皇帝是十六岁的曹方 这次女王国前史 显然是想要求援 希望魏国帮助他们打狗奴国 不过魏国只派使者 带赵书过去劝告两国 并没有派兵支援 两边都不棒 顺带一提 这时候是曹爽掌权 两年后才是司马懿当家 曹爽正忙着对付反抗她的人 哪有空管千里之外的女王国呢 其实中间几年 悲迷糊都有持续派使者送礼物来 两边关系友好 可惜在最关键的时刻 女王国没有得到魏国的救病 根据使者回报 当时悲迷糊已经死了 当地建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坟墓 直径一百多步 陪葬的奴隶有一百多人 国中改立男子当王 但众人不服 互相残杀 死伤超过千人 直到人们再次勇力 悲迷糊的女儿当女王 国家才恢复安定 关于悲迷糊跟她的野马台国 是不是经过历史演变 促成后来的大和王权 这个艰深的问题就不讨论了 最后的总结 我想把焦点放在人物身上 悲迷糊是一位怎样的女王呢 当时女王国的资源实力 显然不及魏国 可是她们可以远渡从阳出始 整体发展绝对不算落后 如果你连日子都过不好 不可能有余力去玩大航海时代啊 我认为悲迷糊是一位有智慧的君王 而且当她在位时 国家稳定 人人守法 遵循着当地的各种习俗 在今天看来是迷信啊 但那就是安定社会的力量 悲迷糊女王把国家治理得很出色 而她死后就出现战乱与分裂 可见女王的影响力 虽然在今天 悲迷糊的形象 经过游戏或动漫的二次创作 越来越奇妙 总而言之 我认为悲迷糊 确实是一位让人佩服的奇女子 她最初靠着鬼神之士成为女王 那也可以解释为 她很擅长解读人心 所以能预测事情 能够让大家相信她 在女王国的那一乱结束后 悲迷糊的女儿登上王位 当时她年仅13岁 历史中这位女儿就更缺少资料了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前面明明说悲迷糊没有丈夫 那女儿是哪里来的呢? 这或许又是另一个神秘的故事了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了刘裕 我们下次见